美中两国元首今早在旧金山南边的费罗利庄园会晤 这里是进入庄园的主路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道路已经是处于一个封锁状态 如果没有特别正见是无法进入 这样的安保级别也体现出美方对这次会晤的重视 今天早上七点多 我和同事在主会场穆斯康中心附近叫网约车前往庄园 但由于APEC封路 我们只能步行到司机指定位置上车 在经过40分钟车程后 当我们要下高速进入庄园主路时就遇到了路障 这个地方距离庄园正门大约3.3英米 在高速路口我们碰到了不少民众 希望在这里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着百年历史的费罗利庄园 占地超过650英亩 是一座清幽宁静 乔治亚风格的乡村庄园 被誉为美国最美庄园之一 庄园的名字来源于第一任主任博恩的座右铭 为正义而奋斗 爱你的同胞 享受美好生活 手字母的缩写组合成了 飞罗利 费罗利这个名字 本想一度方容 奈何路障阻碍 我们沿着高速继续往东走 试图寻找其他路口 但都没有成功 几番周折我们再次返回原始点 没过多久就陆续看到安保车队从庄园方向驶出 这里是距离山庄最近那个趟圣马特奥 我们看到有大量安保人员在这里休整 当地民众告诉我们 这样的阵仗非常的罕见 今天还有不少民众和我们一样 没有近距离看到习近平的车队 但他们用手中的标语传达出了内心所想 我们的国家祖席过来了就很激动 就有一种就是思乡之情 就立刻蓬勃而出的那种 大家好,我叫罗宇辰 我在四年级当老师班在Orion小学 我是十岁 我学中文六年 我爱中文的语言和culture 我长大的时候我想做美国和中国的bridge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很大的country 我们需要 bridge我们的生活可以是更好更棒 我们爱中国 问记者是什么?" 我是十万 我认识你